哈喽,大家好,欢迎来到随手做美食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简单还有好吃的白灼虾 我们要准备的食材有海白虾,生姜,大蒜,然后还有一根牙签 首先我们把虾收拾好 用剪刀 把虾的长须剪掉 然后用牙签在虾的尾部第二节关节处插进去 把虾的虾肠掏出来 虾肠掏出来 把虾倒入锅里 煮一分钟就可以了 煮一分钟之后关锅起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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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来配的调料 大蒜切末 生姜切末 放入少量的盐 加入豆石油 好,我们的调料就炒好了 对啊,我们非常鲜嫩可口的白朵虾就做好了 这种非常简单 美食就在你身边 稍微点 大蒜切末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